首先第一个 你们到我的那个 先抓一下我这个版 我们把它装起来之后的话 记得有几个地方一定要特别注意 你安装的时候我是建议 因为它预设的环境是装在C碟底下 User 底下的什么什么什么 这么一长串 所以建议不要用预设的 不然你将来会找不到 你装到哪里去 因为它装到横底面去了 有没有 C碟底下的一串 我是建议你干脆 E 请你把C改成D 为什么 因为 假设你电脑环境会还原的话 那你如果还原也没有关系 反正就跟它还原 第二个的话呢 目录部分请你中间这一串都不要 目录这些都不要 所以装到哪里 低叠的 跟目录底下叫Python363个就好 就这样就OK了 以后的话呢 我们执行就是到这个环境就OK 所以特别是要 请你要选什么 手动去安装路径 所以将来要 设定一个location 就是一个目录给它 低叠底下的这个目录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在这个地方打勾 增加一个那个 它的一个Pace 那这个Pace 实际上就将来我们会 安装 外部的套件的时候 如果有这个Pace安装会比较容易一些些 如果没打勾的话呢 以后安装的时候会找不到路径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你装完之后的话 它其实呢 会给你写程式的地方 那你要怎么去测试呢 这边就可以测试了 不过你光看到这个环境可能就晕倒了 这程式如果你要以后在这边写程式 这个是 文字模 那个DOS底下的环境 所以我们会需要什么 假设你今天呢 在这个里面写程式其实非常痛苦 而且写不了什么程式 所以希望能够简单又快乐的写程式呢 可能呢 要需要一个整合型的开发环境 那这个所谓整合型开发环境呢 为什么用这一套 因为这一套第一个它是只有软体 第二个呢 它已经行之多年 里面的话呢 其实它可以开发很多东西 所以把它 如果你要找它的话 基本上就是 到那个Google里面搜寻 你叫Eclipse 那它的网址其实就是www.eclips.org 它是一个 它不是点COM 它是点那个ORG 那这一家公司 其实 最早是 IBM的子公司 后来IBM把它无偿的捐出来 给大家使用 里面的话有 会有一个download 如果你到Home里面 Home里面的话 里面就可以进来download download的话呢 我是建议 你download的版本 建议是用32的会比较好 因为Python好像是32位元的 如果32的它又支援 32也支援64 但如果你是64 可能 在32的环境就不能用了 另外呢 Eclipse有个优点 就是呢 它是 免安装的版本 免安装 就是 下载解压说打开就可以用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蛮重要的 那我是建议你进来之后 选那个什么呢 download package 不要选这一个 选下面这一个 进来之后的话呢 它会问你说 你要32的还是64的 记得选32 不过如果你电脑64 没关系吧 反正就找一个环境就对了 那里面的话呢 它这边会让你选择 你要装的是哪一个版本 是for java的 还是for 虚加加的 还是for php的 有没有 像同学问php 其实拿这个来开发 也非常OK 然后呢 有没有for for python的呢 你会发现喔 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for python 对不对 可是我又希望能够拿它来开发 怎么办 没关系 你先找一个 它的档案大小比较小 因为我们不需要太大 300多嘛 你找哪一个最小100多的 哪一个 180的 有没有 那就找这个好了 它可以for java 也就是说它可以拿来开发java 不过呢 如果你要拿它来开发python 也可以啊 你就挂一个什么呢 python的外挂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开发了 那我在那个 网方里面是下载这一个 36有没有 那你要怎么使用它呢 待会会讲一下 所以这两个东西 那首先第一个我先把python装起来 点两下 选择制定安装 不要选这个 然后打勾一下 这个打勾 这个安装 然后呢 nest一下 这把这些都装起来 它包含它的 Document 它文件也帮你装了 如果你要自己去网络上 看的话你就不要装了 不过我想理论上就全部装 再来最重要是这里喔 你的路径有没有 location 它原来路径是这么一场 创 那我是建议 你可以 一把 C叠改成D叠 二的话呢 请你把这些中间的目录名称都删掉 留下什么呢 就是python的 3632 然后按一个install就可以了 我不确定我这里面是不是已经装过了 看一下我那个 在D叠底下 如果已经装过我把它砍掉 然后可以重新再来过 这边的话我是 这边有没有36 这不是 C叠 糟糕 没有D叠 没有D叠 那就装C叠 算了 我这个先把它砍掉好了 因为我为了要练习给各位看一下 居然没有D叠 就装C叠 那我们就装到C叠底下的这个位置 所以以后呢 我的python都在这里 OK把它install一下 他就跑一下下 反正就把该装的装一装 另外的话呢 他会帮你 建立一个 他的开发环境 就阳春版的开发环境 如果我已经装好之后呢 我要怎么确认说 他可以 被执行呢 其实你可以怎样 利用那个云端上面做个测试 测试什么呢 就是这边有个语法 假设A等于3 B等于5 那sum等于A加B 所以我产生了三个变数 A Bsum 那你把结果print出来 print sum 它就会 出现你要的结果 有没有把它print出来 它会出现8 另外你也可以print什么 Hello World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把那个 就是秀出一个 且程式开始 第一堂课 Hello World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们也是 如法套制 安装成功的 按close 再来的话呢 我们确认一下 我的python 已经装好了 理论上的话呢 它会在这边 出现一个python的群组吧 所以这边的话 各位可以找一下 python 出现了 那里面它提供给你什么 这个有个idle 其实在这边写也可以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32位元这边也可以 比如说我在这边写 这边相比这个好一点 不过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们试一下 有没有 它就是 在这边可以开发 那你怎么开发 a 直接a 负与一个 变数叫a 初始值就是5 它这个时候在记忆体里面有个 a等于5了 b等于3好了 那sum这个变数里面呢 等于 a 加b 就把a加b 放过去 那请你帮我print 所以把这个结果print print 刮糊 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 3.6以后的 3.x的版本 是刮糊 但如果2.x的版本 不是刮糊 是没有刮糊的 写法不一样 那我们把 sum给print出来 刮糊 OK Enter会怎么样 结果是多少 对 Enter 8就出来了 不过 可不可以在这边写程式呢 复杂一点也可以写 可是我想你应该不会想要在这边写 因为 存档就 可不可以存档 可以存档 可是很麻烦 那另外的话呢 再把什么呢 也许你就print 而且 你会发现print 你要完整打完 如果 在Eclipse 很方便打个p print就出来了 然后你刮糊呢 自动会帮你 提示 你要打什么 相当方便 这里是完全没有 你要把完全的东西 然后呢 要打Hello Word好了 Hello Word一样哦 字串的话 记得是什么呢 记得是前后双引号 不过特别注意一下 在那个 Python很特别一点就是说 它的字串 你可以用什么 双引号 也可以用 单引号 都可以 但问题 像我的习惯以前写vba 一定是用双引号 那 怎么办 干脆就严用算了 以后我就一律就记 双引号就好 不过你会发现书里面写的都单引号 不管啊 反正管它什么单引号 或者是我的习惯 如果我用别人程式 第一个先把它取代掉 全部取代成双引号 那麻烦有的时候地方又是单引号 有的时候又是双引号 然后你把它Enter会怎么样 Hello World出来了 OK 这样程式就写完了 所以我们刚已经写了两段程式了 这边跟这边 OK 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云端上面的网页 但是问题来了 你这样写 以后要写复杂的东西怎么写 辛苦了 真的 可不可以写 可以 只是说没有人这样写 所以我们会需要一个什么 比较好的开发环境 就我刚刚讲的Eclipse 然后我刚刚已经把那个 环境下载了 所以 怎么去使用它 第一个呢 请你去下载Java的 因为它的 档案最小 但是问题它是For Java 所以怎么办呢 第二步的话呢 把它先下载之后 然后做什么 这个我刚刚这个 Eclipse Java 你把它先按右键 解压缩 解压缩 因为它是免安装版本 是一个环保的一个软体 不用安装 那我把它解压缩到这个目录好了 我把它解到桌面上好了 解压缩完之后呢 打开就OK了 你会发现解出来之后呢 它会帮我放到 这边 在这里 跑到这边来 放这里好了 这个 这个 所以其实刚刚应该解压缩词 它会多一个目录 直接 把Eclipse打开 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环保的软体 但是问题 它现在呢 只能开发 Java 还不能开发 Python 所以怎么办呢 打开之后它问你说 Workspace 请问一下 你将来 写的程式 要放哪里啊 我建议啦 你把那个C底下 这个也许Workspace 把它改一下 也许改成什么 改成叫Python 也许名称的话叫 Python 底线好了 看一下 不过我这个目录好像之前已经有 有用过了 看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 有一个目录是 这个的话 在C底下 有一个Python的Workspace 那我干脆把它改成一个2 OK 如果你们没有的话 我建议 这样子 区隔一下 那也就是说呢 我将来写的程式 可以全部放这里 也就是你的专案 还有你的程式 记得 位置 按OK 这样的话 我就进到这个环境里面了 目前呢 只能够 写Java的程式 如果要让它变成 可以写Python的程式 第一个 你可能会需要 把它打开 它有willcam 对不对 所以你把威尔康关掉 好 这样的话这就开发环境了 OK 不过它是英文版本 OK 目前没有中文版 但你要把它变中文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它有个中文 中语化 就是中文化的语系档 不过 应该 他应该目前 还不需要 看英文好了 先这样 如果 有需要再跟我讲 我也可以把它变中文 那再来的话 要做什么呢 目前 你file里面有个new new的话就新增专案 不过目前的专案 只能新增 Java的专案 所以 我们会希望呢 它能够变成 可以开发 Python的专案 特别说 有专案的话 比较好管理 不然的话 你以前像有人用祭祀本写 或者祭祀本加加写 有没有用 你们可以YouTube里面找 有很多人在教学 他们的环境就是用 用祭祀本加加写 当然也可以写 只是写不了大东西 写小东西可以 写大的东西就无法整 所以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把它变成 可以开发什么 开发那个 Python的专案 第一个 请你到Hell里面 去做一个什么呢 Install new software 特别注意 我如果要装什么 装一个新的Python的外挂的话 请你到这边找一下 Help Install OK Install要什么Install 特别注意 其实很简单 这边Install new software 然后呢 我要装什么东西呢 装一个Python的外挂 可是那个东西在哪里 其实呢 你只要找到我云端上面 下面我就会告诉你 他的网址 所以你把这个网址 C Ctrl V 到哪里呢 到这边 反正你把它贴上就好 然后呢 Add一下 应该是先Add Add之后的话呢 把Name 跟Location 都贴上 其实Name 主要是这个Location Name 你当然 可以随便打一个 如果我习惯两个都贴一样 OK 接下来呢 他会到 这个网站里面呢 去帮你把那个Python的外挂 找到 有没有 这边有个叫Python Py 有没有 Div 开发用的 这个 跟这个 都把它打勾 反正 按个NAS 再来的话呢 再来的话呢 不过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他可能就是 再把这些东西 下载下来 不过等一下就比较担心 因为 网络贫宽 这就有点麻烦了 没关系 反正就 给他跑一下 那 应该也 我记得好像不会跑太久 可是 有点时间 所以 请各位先试着 跑到这里 然后呢 再到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 Python的环境里面 可以把刚刚的练习一下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么 00 喜欢 我 有什么 我 有些 在 都 那 有一种 多 有什么 有一种 可 是